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家煮 谢谢袁老师的指导 真的 都干嘛呢 快点快点先按照化妆呢 干嘛呢 喂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家尤老师马上就要上场了 为什么化到一半不化了 尤老师 来喂尤老师 你都在那儿了 我们先让别人忙 自己化吧 尤老师 你没事吧 其实你要是不想演的话 不用硬演的 我没事 我知道 老师让我演这些小角色 就是想让我放下光环 重新开始 角色再小也无所谓 我也会决尽全力把它演好的 我也会决尽全力把它演好的 我来帮你卸妆 好 喂 大壮哥 瑶瑶 让游希赶紧来公司一趟啊 有个公司想请合作代言 卫然导演就要去试戏了 真的 这儿 说在哪儿呢 有多小语 老师 就一句啊 这不重要 只要仔细揣摩 用心体会 哪怕是一句话 也能成为经典 经过我的总结分析 我的这个角色呢和管仲 是参军时的战友 我和管仲不太对付 我时常嘲笑他胆小怕事 不敢英勇向前 但是在齐国与邻国交战之夜 家乡突然传了一个消息 管仲的母亲去世了 在烽火台站岗换哨的时候 我得转述管仲这个消息 短短的一句话 如母 轰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你的表演不对 哪里不对 我觉得同样是背井离乡 共同战斗的战友 同样都是父母家人的 在听到这种身离死别消息的时候 应该是有共情的 这个想法我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在那种战火纷飞的年代 个人情感 就是要让步于国家大义的 九州动乱 大战在即 热血男儿怎么能如此优柔寡断 多愁善感呢 你 明明不能喝还喝那么多 每次让我收拾烂摊子 邱老师 老师 干吗 邱老师 你说 我们要是 我们要是真的结婚了 那我是不是要结 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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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怪怪的 什么邱老师啊 还是小木头叫起来顺口 别人怎么叫你我不管 但是这个名字 是我专属的 别人叫你 你不能硬 听到了吗 我想吐 我想吐 你没搞错 我想吐 不要啊 邱老师 这么早啊 我压根没睡 你们三个吐一晚上 害我折腾一晚上 照顾你一个就够辛苦 还要照顾三个 到底造了什么你 害得我腰酸背痛 我只能试吃 喝了那么多酒 我应该很难受吧 厨房里熬得正 快拍快拍 这回看 快拍呀 再找信号啊 继续继续继续啊 我们找信号呢 这信号这手机 继续继续继续啊 继续啊继续啊 叔叔阿姨 你们这就回去了 真的不再多玩两天 不了 我们这次回来啊 就是看看儿子的女朋友 帮她啊 猜猜猜猜 毕竟我家游戏啊 初恋没经验 初恋啊 那 那哪来这么多话 快走吧 对对对 走吧 别打扰二人实际了 在这儿不是惹人烦吗 姚姚啊 有时间啊 欢迎你去澳洲玩 阿姨啊 带你去看新歌肉 走 走啦 拜拜 慢走啊 你看什么看 佑老师 原来你没谈过恋爱啊 没谈过恋爱怎么了 谈那么多恋爱也用吗 你别走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谈过恋爱很丢人 你谈过恋爱了不起吗 我告诉你 我是无师自同天赋一饼 我 嗯